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付出,足够好的运气,更需要贵人的帮扶 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友好的靠山的撑腰,通常就能更加顺遂地获得成功富贵的一生 在追求财富的路上,如果我们单凭自己单打独斗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 我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有贵人的支持和帮助 生肖虎,生肖虎的朋友天生就极具人格魅力,因此他们的人缘一直不错 在人生的旅途中常得贵人的引荐和赏识,所以每次逢兄必能化吉 他们的能力出众,才识过人,因此总是可以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不管是仕途还是商场上都相当地顺利 并且,他们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因此往往他们在三十岁后就会大富大贵 生肖马,生肖马的朋友天生红福齐天,福星复身,是老天爷特别眷顾的信任 不管生活还是事业上,总能碰到帮助提携自己的贵人,在对方的指点之下,成功在望 而即使遇到重大的变故,也总能获得来自亲友的靠山力量 顺利地度过葛众难关,不得不说福气极佳,一生注定福禄授权 生肖牛,生肖牛的朋友,生来就是福禄双全的幸运 出生之时待望了整个家族,父母书博事业有成,家里的条件一天远比一天好 日子好了,生肖牛的人也是个争气的玩儿,个性谦和,做事稳重 从小就是长辈口中嘖嘖称赞的能人,备受大人物的青睐与抬爱 放眼未来,前程似紧,注定能享受大富大贵的人生 生肖猪,生肖猪的朋友天生才智过人,他是稳重,凡事都会亲力亲为 而他们在事业中往往会得上司重用,有时还会得贵人的大力提携 好运也一直常办 而就算遇到不利之事,他们也能接亲朋靠山之力,化险未宜 尤其在三十岁以后,大红大紫的命运更加凸显,有望身价千万 生肖猪,生肖猪的朋友外冷内热,控制欲强 凡事都喜欢一手掌控,对待自己的事业有特别强的企图心 而在成长的过程里,他们也常得贵人的慷慨相助 发展顺顺利利,即使偶尔遇到一些难关 也有家人作为靠山在后面无私的支援,可谓有福之人 所以一生获得大成功是自然的事情 属兔的人,兔兔们对于家庭很有责任感 这一份责任感使得他们很顾家 在家人面前,兔兔们特别乖巧,也尽全力给家庭带来好运 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 当他们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后,不管自己赚多少钱,都会将收入拿回家 以此来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富有可以带动全家人好起来 大家能够和和美美地相处 接下来兔兔们就多多努力赚钱吧 相信全家人都能在他们的带动下富起来 属兔的人,兔兔们很注重财富,因为他们知道生活需要钱 也渴望发财,但是却不会自己享受富裕的生活 会将金钱分享给家人,大家都能得到好处 尤其是子女和父母,能够在兔兔们的帮助下衣食无忧 在事业上面,兔兔们天天都在努力住 希望有一天可以大获成功 没错,上天非常眷顾大家 只要财运好起来,大家恰好可以把握住 那么这份财富一定不会太少 属鼠的人,他们喜欢金钱 也会尽自己的努力去赚钱 在未来的日子里属鼠们发现自己找到了赚钱的途径 并且积极努力去赢得更多的惊喜 有了钱,他们也会带给家人,让大家一起去享受幸福的生活 对自己很小气,但是对家人一点都不小气 可以过得很开心,没有烦恼和忧愁 疫情烧得国际一刻都不得喘息 还好台湾有坚强的防疫团队 跟卫生习惯好的国民们一起守护 才能维持住现在的繁荣 不过与国际比较有相关的行业却不是太好 现在有旅行业者为了冲破突围 突发起想了一个好点子 与国内航空携手推出了妈祖空中绕镜航班 因应妈祖绕镜这一台湾的宗教盛事 旅游业者计划与航空业者合作规划妈祖空中绕镜 让道士登机带助旅客一起祈福 预计最快1月中或1月底开卖 3月开航 这一航班除了妈祖等神像 道士一起上机之外 班机也将从桃园国际机场出发 顺时针绕台一圈 航程3.5小时 共容纳178人 最快3月中开航 妈祖绕镜是台湾每年的宗教盛事 但去年想搬绕镜 却因为疫情喊停 阵头出巡 锣骨喧天 国内宗教盛事妈祖绕镜 每年总是吸引上百万人跟随 以往都是近十天的徒步绕镜行程 但现在有旅行业者突发奇想 让你搭飞机也能诵经祈福 民众认为 蛮有趣的可以跟宗教结合 让大家更认识台湾文化信仰 疫情肆虐全国 民众不能出国 旅行业者看准台湾浓厚的信仰文化 携手国内航空 首推宋京绕镜航班 到时会有妈祖等神像 到时上机 带民众送京祈福 路线将从桃园国际机场出发 绕到东部 高雄及澎湖外岛 顺时针绕台一圈 航程约3.5小时 首班共容纳178人 最快3月中开行 旅行社业者李奇悦说 台湾本岛很多都是徒步绕镜 也有坐火车 妈祖坐飞机绕镜 好像目前台湾还是第一次办理 参加信仲会有整个绕镜平安米 市场反应预期应该是会蛮好的 类出国包机话题不断 但其实利用宗教信仰当作学头 并不是头一遭 民众带住护目镜 在座位上念经文 泰国的航空公司 去年11月也有类似的诵经航班 三小时航程 经过泰国四面佛 玉佛寺等99个佛教圣地 机上不仅有名人带领送念 还赠送佛书佛牌 希望能带给旅客正能量 疫情重挫观光旅游业 无心假人数暴增 业者拼命找出路 希望撑过这场寒冬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有一位男网友在灵异公社PO文表示 照顾中风的阿末六年了 当时是枯筑求神明愿意折寿 来换取阿末的生命 但是他现在却后悔了 甚至枯筑求成皇爷拜托带阿末走 当时原PO才25岁 在医院担任保全工作 某天下午接到小舅电话 叫他赶快去另一间医院 因为阿末倒下去了 他赶到时 阿末是在CPR的状态 状况非常的差 后来医生说阿末是中风 若是手术只有50%的存活率 但家人都不想放弃 决定放手一搏 在原PO也防外默念老天爷求求迷 让阿末可以顺利 之后原PO跑到五地庙求助 神明在上 弟子从来没求过任何神明事情 我好慌 好无助 求求迷折我的兽 救救我阿末 拜托迷 拜托迷 当时原PO认为求神明是最有效的方式 神奇的是 求完的第三天 阿末奇迹转普通病房 连护理人员都不敢置信 但是阿末之后根本无法走路 也无法说话 虽然阿末也进行复健 但是状况仍未好转 反而是原PO每天都相当疲累 照顾到第四年时 原PO开始怀疑当初的祈求是否是对的 自己真的有能力继续照顾阿末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